百万县温群 百万县温群来到今天已经是第五集了 我们在雪州的新村到处去走走 为了就是想找出那些需要帮助的村民 我们今天和赞助单位来到了额麦县 我们将会拜访三个新村以及四户受惠的村民 百万县温群额麦县出发咯 我们要继续地走走 脚有多少走路不方便 走一段县路 坐一下才行得到 眼睛起脚痛 脚痛没有直接用 脚痛就是买些胶布这样贴 以前我没有跌倒 我以前有做工 现在跌下去不能做工 我没有做工 跌下去我不能做工 维持如何生活 但是这两位女士来讲一路以来 在早期多两三年前 她有个儿子也是可以做也不错 她也是没有这样产 但是儿子意外这么多 给人家创死了 过后变成她落到这个地步 这个家庭是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儿 在外面都有工作的这位女儿 她很不幸的也就是跌倒 跌倒她受伤了之后 上到她的寄屈屋 她就不能够继续地去工作 所以她们面对了三三不须的问题 所以我们通过百万线轮行的这场活动 我们赞助她们六个月的活食费 我们至少帮她们解决了她们生活上所面对的问题 她们继续地去工作 没有做工作很久了 MCO到现在没有做过工作了 我本身的脚是车 但脚没有什么力量 想到脚又不方便 所以我想到要做小贩 买茶果 希望如果有一个三轮车 我可以去做小贩 才能一点 收路也没有 没有收路比较困难 找不到工作 我们就只会协助她们 她是一位残障人士 行动不太方便 她告诉我说 她在21岁的时候 不幸发生了一场车祸 造成她行动上不太方便 她的故事其实让我蛮感动的 因为她所要求的 她是希望百万线轮行的 能够帮她改装她现有的摩托单车 她希望她能够自力更生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去卖这个烧包 其实好多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士 她们只是需要给她们一个新的气泡点 这些屋子全部都上了百万里 她刮风的时候 她都会吹开 所以她吹开了就漏水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店边那边 没有疫情之前 我拿一个桶装着 卖水果 坐着摩托车去卖一片片卖 只要一片 这疫情了到现在一年多了 差不多到一两年了都没有做本 自己已经都来到七十岁了 不能够做什么本了 这样的年纪了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我们这里要去做什么好你讲 我住在这里 我住这里三十年左右了 不烂了 那个木的全部不烂了 我屋子里面外面白衣吃药了 有一点钱就弄点酱了 我所在以前是意外发生的 MCO我是在卡拉OK门口做炸鸡的 MCO到现在两年没有做工 这两部村民呢 他们都是面对物质缺乏维修的这个问题 他们的物质被白衣吃到很严重 屋顶也严重的漏水 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要很担心这个漏水 然后有时候也面对这个总电的问题 疫情一开始它的生计就断了 我们是给那些有需要的 如果是生活过得去那些 我们就没有给了 所以百万县文群 帮他们维修他们的这个物质 这些小小的几栋 能够让他们有这个安全感 这个是非常的让我感到幸亏的 这一个百万县文群的活动呢 我们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宣传 有不少的这个三星人士 包括一些外流的一些村民 看到他们的村内 一些村民的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们都主动联络我 有些是私信我 有些联络我的办事主 他们都很想帮他们的这个村民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能够抛装演绎 能够让更多的这些上星人士 通过这个平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这些村民 如果有任何的这些上星人士 他们想要参与这个意义 非凡的这个百万县文群的活动 他们可以联络我的办事主 百万县文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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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他і Seol 知道 mo软 平安 感谢观看